7月1号,中国三大航空公司向空客公司订购了292架客机 金额超过了2400亿元之多 这笔订单也因此打破了多项记录 首先,这是疫情之后中国航空业最大的一笔订单 其次,这也是空客有史以来最大的订单之一 然后还是疫情后近三年来国际上最大的客机订单 要知道,疫情让整个世界的航空业停滞了 各国的航空公司不是在缩减规模,就是在取消订单 甚至因此倒闭的也有 比如中国航空业今年半年就亏损了上千亿 12家航空公司资不抵债 所以中国的这笔订单不仅惊呆了整个航空业 更是让空客的股价大涨4% 所以有些人就疑惑了 亏损得这么严重,为什么还要购买飞机呢? C919量产在即,为什么还要从国外进口? 而且还是单独购买空客的飞机,买波音的不行吗? 今天咱们就来说下这个事情 这次空客收到的订单确实非比寻常 首先,它的客户是中国三大龙头航空公司 分别是南航、深航和东航 其中,东航订购了100架 南航订购了96架 深圳航空是国航的下属子公司 它也订购了96架 三架合计向空客订购了292架飞机 总金额超过了2400亿元人民币 而且机型都是A320neo 所以消息公布后,老美就坐不住了 先是波音酸溜溜地表示,令人失望 然后是老美的媒体跳出来 有的说,这对波音来说是一次致命的打击 还有的指责空客 说他们用了不光彩的手段夺走了波音的客户 确实,从订单上来看 中国客机都是以波音为主的 前几年,中国也一直是波音的第二大客户 但是从2021年以来 中国只购买了波音一架飞机 如今,更是被空客拉开了292架的巨大差距 而且从影响力上看,打击更大 三大航中,深航是国航的下属子公司 相当于国内前三 他们的态度就是国内航空业的风向标 这一次他们集体购买的A320neo大飞机 对标的正是波音737MAX 对于波音来说 自家的飞机付费还没着落 对手却已经有了三个大佬集体战队 毫无疑问,就像是在伤口上撒了盐一样难受 那么问题来了 中国为什么此时购买飞机 为什么一定是空客 而不是波音和C919呢 这还要从空客生产的A320neo大飞机说起 A320neo飞机中的neo是New Aging Option的缩写 意思是新发动机选项 顾名思义,A320neo就是换装了新发动机的A320飞机 别小看这个发动机 它的性能非常的先进 空客公司在2014年就推出了 针对A320的升级改造机型 换装了国际上最新一代的大寒道比发动机 包括了惠普公司的PW-110G GM 以及CFM国际的LEAP-X发动机 并且在机翼上添加了蓝旗小翼 性能非常优秀 而且这两项改动让A320neo的油耗 比上一代A320减少了约20% 相当于原先百公里十升油的车 减少到现在百公里只要8升油 别小看省的这点油 它可是属于妥妥的省油黑科技 在航空公司的运营成本中 航空燃油占了最大头 超过了三分之一之多 所以更能省油的A320neo 自然也就得到了全世界航空公司的喜爱 截止到今年的5月 A320neo系列飞机 已经收到了来自130多家客户超过8000架的订单 A320系列也顺时超过了波音的737系列 成为世界上销量最高的机型 所以中国三大行购买空客A320neo飞机的理由 完全占得住 只是航空订单是非常特殊的 它的背后不只是飞机的性能 还有背后各种软实力的竞争 中国航空一边倒战队空客是非常罕见的 原因有几个 第一个原因还怪波音和老美自己拉垮 2016年 波音急于对抗空客的A320neo飞机 在落后于时代的737机体上 改造出了737MAX来打擂台 结果为了节省成本和强行提高性能 没有把控好质量 因为机动特性增强系统的软件问题 导致出现了失航和I航连续两次空难 出了问题后还一直甩锅 在中国民航局率先禁飞了波音737MAX机型后 全世界大部分的航空公司都选择跟进 波音被迫调查和承认出现系统问题 虽然经过改进 波音737MAX已经在全球大部分地区实现了复飞 包括中国民航局也同意了波音737MAX有条件的复飞 但是737MAX给大众留下的负面印象还远未退去 国内的航空公司也没真正的复飞737MAX 对于航空公司来说 在消费者完全没打消顾虑前 订购737MAX无疑会对品牌产生极大的影响 所以波音公司的铁胆粉丝 国内波音机队保有量最大的南航 都选择转头空客阵营了 第二点就是老美太傲娇了 一个国家的航空采购 向来都会受到官方应诉的影响 这两年老美一直在针对我们 不仅制裁中企 而且想方设法搞脱钩 别人都这么对待我们了 我们自然不会以德抱怨 波音公司在声明中 也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这一点 抱怨两国打架 波音公司躺枪 波音的总裁不止一次在媒体上抱怨 再闹下去 波音就要失去中国的市场了 并且督促老美尽快改善关系 但是老美这个家长不知人间疾苦 乱棍打死老波音 最终让波音非常受伤 相比之下 空客和欧洲就非常给力了 为了抢占中国市场 空客不仅给钱 而且还给人 首先啊 很大的优惠 一般来说 大批量的飞机采购 通常都会得到空客或波音的价格折扣 此次超级大单 得到的优惠力度也非常大 虽然没有透露具体的优惠金额 但是根据路透社的消息 空客给这笔大电单开出的价格 远低于表单价格 折扣力度比以前都要大 再加上 今年以来欧元持续贬值 相当于在打了折扣的基础上 又折战加折 相对于波音啊 空客的飞机就显得十分有性价比了 然后就是给人 法国空客公司 一直非常重视与中国的合作 在早前的时候 空客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只有30% 远低于全球的一半份额 为了扩展中国的市场 法国就一直与我们保持很深的联系 其中飞机就作为纽带之一 2006年 法国总统希拉克访问中国时 与中国签署了一份协议 法国在中国天津投资建设一家飞机总装厂 用于生产A320飞机 而中国也投桃报李 向空客订购了100多架飞机 包含A320系列和A350宽体系列两种飞机 一举改变了中国国内 客机以波音为主的局面 此后 中国每年都向空客购买了大量的飞机 很多都是来源于这个 法国总统希拉克将这次访问 成为改变空客格局的战略联姻 在这之后 中国一直与空客保持良好的关系 2015年 空客又在中国设立了第二座工厂 用于生产空客A330系列飞机 今年6月24日 空客中国研发中心也签约落户苏州 这些空客的工厂和研发中心 为中国的飞机制造业 培养了大批人才 包括中国商费的建设和发展 也离不开空客天津工厂 培养出来的人才团队 相对于波音 空客在中国的投资力度更大 诚意和态度也更加谦虚 也更愿意进行合作 大家都是中国的供应商 一个处处帮助我们 一个处处刁难我们 来 你们再弹幕告诉我 我们到底该选谁 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说了 就算空客对我们比较友好 那也是为了生意 我们更应该扶持C919才对 毕竟 C919即将量产交付 也有人因此提出说 C919的性能不如空客波音 其实这都是瞎扯 C919项目于2008年开始立项 然后不断优化 在2015年11月 首架C919原型机才总装完毕 而且本身就采取国际供应链 与1988年推出的空客相比 我们的技术 虽然还没达到人家的水平 但我们加装了更多先进的材料和技术 舒适度和性能完全不逊色于A320neo 比如同样来自CFM国际生产 型号为LEAP-EC的大含道笔发动机 而且大量应用了碳纤维 新一代铝合金的新型材料 以及在国际上首次采用了超灵界机翼 这些先进的技术和材料 让C919的性能和舒适性 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我们之所以没有购买C919 其实还是产能给闹的 很多人都以为 C919距离量长不远 其实大飞机在许多试航证后 它才能正式开始投产 投产后 产业链也需要不断调整 产能才能慢慢爬坡 直到满足各家航空的需求 而C919最新的消息是 6月3日的首次飞行试验 当时它涂装了东航特色的涂装 所以距离交付应该是不远了 但是距离稳定的量产 估计还有5到10年的时间 这可不是夸张说法 以同样的世界航空业巨头波音为例 2016年 波音737MAX飞机就已经投产 截止到今年的5月份 波音737MAX每月的产量 也只有31架左右 而C919现在的订单 已经超过了1000架 这意味着商飞 即便不需要产能爬升 今年就拥有波音的产能 想要消化现有的订单 也需要超过3年的时间 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 商飞的制造能力并没有比波音强 商飞制造的直线客机 ARJ21 从2016年就开始交付 但是至今的交付量只有66架 年产量最高只能达到20多架 从这来看 短时间内 商飞想要消化这292架的超级大单 是不太现实的 所以这笔订单不是不给C919 而是我们自己还没准备好 当然肯定有人会担心 C919会重蹈运势的覆辙 所以我们可以把订单留着 等C919产能上来后 再把这笔订单交给C919 不是更好吗 答案是不能等啊 一架飞机有600万个零部件 从下订单开始到生产出来 需要非常长的周期 所以生产飞机需要详细的规划和调配资源 一家航空公司订购飞机 都会提前预订 而且能造好飞机的就那么两家 订完了还很容易出现订单拥挤的情况 所以各家航空公司都会衡量 未来5到10年的市场环境 预估出自己大概能占多少份额 再规划自己需要多少架飞机 三大航订购飞机看的不是现在 而是未来5年左右 而未来5年恰是全球航空开始复苏的时间段 从2021年以来 全球航空开始了正向增长 包括中国也是 尤其是6到7月份以来 中国往返欧洲 东亚 新加坡等多条国际航线 已经开始恢复运行 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航线开通 根据民航局在 《十四五民用航空发展规划》中的规划 在2023年到2025年之间 中国逐步恢复国际航运 到2025年时 中国民用航空的旅客运输人次 和运输总周转量 将比2020年实现翻倍增长 这就需要中国航空准备更多的运力 才能满足需求 但是在疫情的影响下 2020年到2021年 我们只接收了151架飞机 远低于预期数据 所以三架航空订购飞机 其实是在未未来的航运高峰期做准备 他们的交付订单 也都集中在2024年到2027年之间 而且头两年的任务最重 以南航为例 他们订购的飞机将于2024年至2027年间交付 其中2024年交付30架 2025年交付40架 占了70%以上 到了2026年只需要交付19架 2027年更是扫尾 只需要交付7架即可 此时南航为了满足不稳定的运力 还打算另外租赁19架A320neo飞机 作为补充 至于其他两架其实也差不多 总体上来说 三大行的订单看着大 但其实还是算饱和的 在短期内 C919根本不用担心订单的问题 而且从长期来看也是如此 因为中国的市场很大 大到C919根本吃不下 根据中国航空工业发展中心做出的预测 在未来20年内 中国航空市场还需要约7646架客机 同样做出预测的还有波音和空客 波音公司在2021年预测 未来20年 中国需要8700架新的民用飞机 平均每年大约为435架 而空客也差不多 他们预测到2040年 中国将会增加约8000架飞机 三大国内外的预测报告都差不多 说明这个报告还是可靠的 按照这个预测 未来20年 中国平均每年都要接收大约400架飞机 而现在三大行的订单 只能算毛毛雨 连近期预测的数量都达不到 更不用说中长期了 所以留给C919的市场还很大 不用担心有了C919 没人买 再说了 中国存有大量的美元 花都花不出去 在老美不断印钱下 美元已经严重贬值 现在能花得出去 还能换成硬资产 对我们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所以对于商飞和C919来说 没能量产 赶上好时候固然是时不我待 但是未来20年内 中国的航空市场 还有多达8000架飞机的巨额缺口 中国的航空产业 完全可以培养得起C919 甚至未来的C929等等 我们普通人可以做的 就是多支持C919 少听一些谣言即可 好了我是熊猫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做的还不错的话 麻烦点赞加关注 特别是点赞长按三秒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